其實這個表格啊 其實它有秘密的 你看它這個芝麻湯圓 花生湯圓 豆沙湯圓 它是湯圓 對不對 你們會不會喝湯 會 會 對不對 湯裡面會有紅糖 加上那個砂糖的部分 再來鹹的部分它會 那還沒有算進去耶 對 那個沒有算進去喔 所以你們遠遠超過你們現在算的計算熱量再多了 所以其實 其實這個整個熱量是爆表的 我們常常剛剛講說 吃湯圓多一碎對不對 我常常跟我們的那個病人講說 你當天就多一公斤這樣子 今天是冬至喔 我們都知道冬至要吃湯圓 那我們在習俗當中呢 覺得冬至之湯圓就是多了一碎 所以我們都不太想吃 但是忍不住吃了很多喔 那湯圓呢 吃過量喔 其實喔 這個對我們身體還是有些負擔的喔 我們今天就要好好來看看 湯圓裡頭到底包著什麼樣子的秘密喔 我們現場有一張圖表喔 這裡頭的湯圓呢就是 觀眾朋友平常喔 最常吃最常買的湯圓 我們一起來看看有哪幾種喔 好 芝麻湯圓啊很常見啦 花生湯圓 豆沙湯圓 鮮肉湯圓 紫米芝麻湯圓 還有小湯圓 我個人最愛的就是小湯圓 不知不覺吃了一大堆 好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熱量 喔 我嚇一大跳 等一下 等一下來分享 到底這些湯圓裡面的餡頭 熱量有多少喔 那就請求平常來看看啊 這幾個湯圓裡頭 你們最常吃的是什麼 而且一次都吃多少量呢 請作答 好 請量答案 芝麻麻是芝麻吃兩顆 花生兩顆 豆沙兩顆 鮮肉五顆 小湯圓 你二十顆 你是說一餐嗎 那一天的份量 一天是不是 就是在今天冬至這一天 你準備要這樣吃對不對 可以的話 你準備一條阿姨 我是一餐 真的假的 真的 小湯圓一台五顆 對 天啊 不玩耶 有那麼好吃 我媽媽煮那個是喔 外面買不到的喔 它是什麼烤米 它那個口味真的很棒 它餐什麼你知道 好多種喔 那個蔥薑蒜什麼都放 放下去 還有那個什麼金糕蝦 還有蝦 還有那個好多香 你煮的是鹹的就對了 對 鹹的 可是150克好像有點過分耶 真的耶 它那個湯圓外面也買不到耶 它那個是三粒米三粒米這樣磨出來的耶 對啊 我們自己買一個磨膏 那個磨的機器 自己磨的 對 它自己站在旁邊都放三粒三粒這樣 不給別人晃喔 它自己說這樣才會細 磨出來才會細 畢塔姨你一餐150顆 那如果加另外兩餐還有宵夜的話 你吃的450顆 對 我睡才這麼胖 那今天還要吃雞排嗎今天 今天啊 今天就吃湯圓就好了 對 好 那蕭蕙媽媽 五顆五顆五顆 蕭蕙媽媽總是最脂質的 好 那小靜 小湯圓才五顆喔 對啊 因為我平常吃糯米的東西會胃痛 所以我就是一時一點 一時一時吃一點點就好 感受一下氣氛嘛 對啊 五顆 嗯 少姨 我大概會吃 紫米芝麻兩顆 然後鮮肉的大概也兩顆 然後這個小湯圓是八顆 我會算數字的 雙數 你會算數字 雞力數 十二 十二顆 珍珍女士一天會吃 芝麻湯圓三十個 小湯圓六十個 很激 這也很激 你像是那種 試湯圓爐命的人 我超愛湯圓 那種QQ軟軟 然後又會黏牙那種感覺 像我冬至的話 我一整天都不吃別的東西 也不吃零食 也不吃正餐了 就只吃湯圓 對 那一餐就只吃湯圓 可是 如果光吃甜的的話 光吃芝麻湯圓 會太膩嘛 所以要搭配小湯圓 然後一餐我二十個這樣吃下來就 一堆了 難怪你今天肚子扑不出來 哎呀 好 那我們來看看男生 我們後面三位帥哥 來 小布 芝麻十顆 花生十顆 是一餐的分量 一餐的分量 對男生來講OK啦 OK嗎 他們剛才還蠻驚訝的 真常 但是吃得好啥 正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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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珍珍還有畢桃阿姨來比例 小霧見大霧啊 好 顧炫是 芝麻三顆小湯圓三十顆 我覺得吃十顆感覺會很飽 因為我爸媽其實都不准我吃太多 他們都說點到為止 芝麻三顆就好 而且我不喜歡吃鹹湯圓 因為我覺得湯圓感覺就是要甜的 要甜才對味 而且吃甜湯圓的感覺 就好像是冰淇淋有出過那種 牛肉冰淇淋的那種感覺 有西門町有一家冰淇淋 專門都出鹹的 就是會覺得味道不對 所以我都只吃芝麻 吃甜的芝麻 那定剛是花生跟豆沙 我覺得雖然湯圓還蠻好吃 可是我覺得適可而止 這樣就好 這樣就很好吃 好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要來看一下 到底這一些熱量各是多少 幾大卡 會嚇死了 好 我們來看芝麻湯圓 337卡 伊莉 我們這個是怎麼算的 這個其實齁 我剛剛在看他們這些 真的很恐怖齁 因為我們通常在算這個熱量的部分 我們給大家一個概念 一碗飯是280大卡 一碗飯280大卡 然後再來呢 像這個啊這個湯圓啊 湯圓四顆就等於一碗飯 四顆 所以等於是 四顆芝麻湯圓 337卡 四顆是280大卡 那五顆 所以它這個是五顆 喔 喔 吃五顆就一碗飯喔 沒關係我吃五碗飯 接近四顆其實 因為現在湯圓比較大 所以大概四顆就一碗飯 好 那我們芝麻是337卡 來看花生湯圓是 347卡差不多 好 豆沙湯圓 300卡 鮮肉湯圓 376卡 紫米芝麻 紫米芝麻多冠喔 天啊 小湯圓來看 十顆70卡 好 那現在殘酷的時間到了 請各位算一下 你們到底一天可能會吃多少卡的 熱量湯圓 來 請作答 好 好 好帥喔 好帥喔 成的啊 成的啊 香家跟成慧啦 好 這樣 好 好 算一個大概啦 蕭蕙媽媽一千 好 那這樣子五顆五顆五顆 一天也吃了一千 比桃阿姨 我不多啊 你這樣一百五十顆 兩萬 一百五十顆是 對 這樣對嗎 對啊 那這樣是幾卡 對啊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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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好耶 還好耶 對啊 我還以為你會爆耶 對啊 所以我才覺得不夠飽 對 玉玲媽媽兩千喔 這個算數太難了 大概有兩千了 我再算一下 太可怕了吧 他剛剛算兩萬耶 我再算一下 太可怕了 對 其實你們知道 你們這樣看一千多一千多好像還好 可是正常女生一天的熱量 一天喔 大概是一千五百大卡而已 男生大概是一千八百大卡 可是你們一猜 你們就超過一天的一半以上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其實這個表格啊 其實它有秘密的 你看它這個芝麻湯圓 花生湯圓 豆沙湯圓 它是湯圓 對不對 你們會不會喝湯 會 對不對 湯裡面會有紅糖 加上那個砂糖的部分 再來鹹的部分 那還沒有算進去耶 對 那個沒有算進去喔 所以你們遠遠超過你們現在算的 計算熱量再多了 所以其實 其實這個 這個整個熱量是爆表的 我們常常講說 吃湯圓多一歲對不對 我常常跟我們的那個病人講說 你當天就多一公斤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表格其實我們可以來看 芝麻啦 豆沙啦 還有這個 這個都是屬於比較 稍微熱量沒有花生這麼高 為什麼要這樣看 因為像花生啊 它是屬於油脂比較高的 所以你們在挑那個湯圓的時候 要有技巧 比如說你真的很喜歡吃甜的 那你可以選的是 芝麻跟豆沙的一個部分 因為花生湯圓 通常它搭配的湯 都是花生湯 對 那芝麻跟豆沙它搭配的是 比較是像那種 紅砂糖搭配的甜湯 那花生湯它的熱量又更高 所以你等於吃一碗 等於是兩碗飯的熱量 所以基本上 你來控制熱量上面來講 我會建議就是 花生如果你很愛吃 就控制在一顆到兩顆就好了 那鹹湯圓呢 它其實熱量最高的原因是因為 它可能還有加一些 比如說它有一些那個客家湯圓 然後為什麼它會有些油下去 對 所以它的熱量相對 就會比較高 然後再來呢 為什麼紫米芝麻那個湯圓 熱量會是最高的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你的那個湯頭裡面 因為它又多了紫米 等於是你又多了飯的熱量進去 就是你本身湯圓已經有一碗飯了 然後你又再加一碗飯 就是等於一碗飯又加一碗飯的熱量 所以它的熱量是最高的 那剛剛蘇維講說 它都是吃那個小湯圓 這是最聰明的選擇 難怪你的身材維持得這麼好 因為它要吃到40顆 40顆才是一碗飯的熱量 40顆才是一碗飯喔 就其實你們平常 我們在估算啊 你通常吃一碗 大概都是20顆而已 大概都半碗飯 那所以畢桃阿姨這樣子 看起來好像還OK耶 可是畢桃阿姨 真的還是過量喔 因為湯圓喔 它是一餐喔 對 一餐 一餐耶 一餐耶 一餐一百五 因為通常湯圓不太好消化啊 我知道 我們要算一天的卡路里 妳這個還沒乘以三耶 哇 對啊 乘以三耶 我剛剛說一天一天啊 正常女生是一千五嘛 那你算一三就三千啊 一天就吃兩天的熱量 一天就吃兩天的熱量 所以一般人一天的攝取是一千兩百卡 一千五百大卡 一千五百大卡 對 你看它一... 他們都是一餐的熱量 是很好 我們在滿足口腹之餘的同時呢 我們其實也要算一算這些湯圓的熱量 然後我們 適可而止啦 不要太過 不然一天中獄之後 我們要花一個禮拜來減肥 對 所以我建議是說 如果你這一碗湯圓 因為冬至嘛 大家一定會吃湯圓 你就裡面就是兩顆大的湯圓 其他你就大概一匙的小顆湯圓 這樣其實你可以吃得很豐盛 然後熱量又不會太高 對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餐的飯可能就要減少這樣 所以我建議就是說一餐就好了 比如冬至這一天我們吃個應景就好了 要不然你每天就會胖一公斤 是 好 那我們溫師傅呢 喜歡吃什麼樣子的湯圓 一般我是吃這個小湯圓煮鹹的 一般這個小湯圓因為煮甜的很少 因為除了拜拜以外 一般都是煮鹹的 那以前我們在做這個 像有包餡的這個甜湯圓 包括花生芝麻還有豆沙 裡面為什麼熱量這麼高呢 就是因為它有加了豬油 還有大量的糖 那豬油在這個溶解之後 它是液體的 要包的時候要把它冰 冰在冰箱裡 要讓它變成固體 因為豬油預冷之後 變成固體之後 比較好包 那所以你這個豬油的話 跟糖搭配起來就很香 熱量很足夠 所以豬油油脂很多 熱量就很高了 對 那所以到現在 從以前到現在的養生觀念 一般煮這個芝麻湯圓 大顆有包餡的 外面那個湯都是開水 開水就 因為你吃裡面很甜 然後再配那個剛好解膩這樣 現在幾乎外面都一般這樣 媽媽都這樣煮 好的 那其實做湯圓呢 我們都知道湯圓是用糯米來做的嘛 那用糯米做呢 其實有一些觀眾朋友喔 有些不太適合吃太多啦 我們來看看哪一些族群的朋友 不適宜吃太多的湯圓 好 好 第一個就是消化功能比較不好 長期便秘的朋友 其實剛剛蘇瑋講 就是那個湯圓容易脹氣嘛 因為它是糯米的部分 所以它容易造成你的一個 脹氣的部分 那如果你本身就是有一些老人家 它的消化能力也不好 然後它的那個 它可能牙齒也不太好 所以它可能沒有咬 沒有咬得很仔細 它就吞進去了 那吞進去的過程裡面 它消化不好的話 就容易造成脹氣 消化功能不好 所以常常人家說 吃完湯圓就會把豆丟丟了 就很脹這樣子 所以其實湯圓它是不能吃太多的 它是應景的一個食物 那女生喔 就是容易便秘的女生其實 因為她本來消化就不好了 那你又吃了這種 比較不容易消化的 糯米的食材的話 那它更容易造成你 就是容易有便秘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容易便秘的啊 可能在那個大湯圓的部分 可能要吃的比較少一點這樣子 好 那再來第二點就是 有胃潰瘍或十二指腸潰瘍的朋友 也要盡量去注意湯圓的攝取量 就是胃已經有點受傷了 對 它其實已經潰瘍了 那潰瘍最怕什麼 就是胃酸再分泌多嘛 那什麼會讓胃酸分泌更多 就是它的那個甜 那個甜的東西 太甜了 你看我們那個芝麻湯圓 不是很甜嗎 然後花生也很甜 豆沙更甜 又甜 然後又油 它會刺激胃酸分泌 影響到你胃又更不舒服 所以其實在胃潰瘍的患者 其實在吃湯圓的時候 其實還滿可憐的 因為我們會建議他就是說 你大概吃一兩顆 那湯不要喝 因為可能喝湯進去 又會讓你更不舒服 對 好 第三個就是 它是有膽結石的病患 對 為什麼膽結石也不能吃 因為其實膽結石 並不是說不能吃啦 它是有膽結石的原因是因為 它會容易 像我們現在西方飲食 西方化的飲食很多 大家都喜歡吃高油高糖的 容易造成膽結石 那膽結石的人 他反過來就是 你吃高油高糖的 又會讓膽結石更加嚴重 那本來湯圓 它在我們營養學上面 它就是歸類一個 比較是屬於高糖 又高油的食材 所以如果你有膽結石的患者的話 其實在冬至這一天 要特別小心 就是說不要吃過量這樣子 好 有這個逆流性的食道癮 就是胃食道逆流嘛 對對對 因為它就是胃恰生嘛 所以你只要遇到喝到甜的啊 或者是太多的油 其實都會影響到 它胃酸的一個 一個反胃的一個問題啦 那這個其實我們有一個 很有趣的案例齁 就是我們常常在冬至過後 常常會有病人就是 就是胃部開始發... 就是開始有一些 甚至半夜 發炎嗎 對 就掛急診了 然後我們醫生一問就知道說 你今天冬至是不是那個 湯圓吃太多了 對 然後有些人他就覺得說 我就吃這一天 可是他三餐 早上吃甜的 中午吃鮮的 對 然後晚上 晚上再來一碗 然後甚至你不怕熟 那個宵夜有沒有 睡前又再來一碗 那睡前你吃 就很容易產生所有 胃食道逆流的一個問題產生 所以常常半夜就會有掛急診 那進去大家醫生不用問就知道說 吃湯圓喔 不要吃湯圓吃太多了 對... 好 訓練還有咀嚼能力不好的朋友 也要注意湯圓的攝取量了 對 其實剛剛講到 其實這個比較像是 小朋友跟老人家 那有時候小朋友 他在吃那個小湯圓 有時候媽媽會覺得說 那個小湯圓 反而小朋友比較好入口 其實不是 他比較容易噎到 所以湯圓 他本來就是不好消化 又不好咀嚼 那有些人他吃太快了 吃太多了 他就用 那老人家是因為牙齒 牙齒不好 不好咬 對 所以他容易用吞的 所以常常會有一些 新聞事件發生說 吃湯圓噎到這樣子 日子老人家 對 我們現場有一個年輕人 小的時候差點因為吃湯圓 可是發生了才去 傅軒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 第一次吃湯圓 然後很好吃 就是也是兩口並三口 然後吃太快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就是噎到很危險 然後爸媽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後來怎麼辦 沒有 後來我就一直 然後就吃下去了 所以我是想問醫生 有沒有什麼其他方法 是可以當噎到的時候可以進去 我們營養師有辦法 其實醫學上他是用什麼 哈姆利克法 就是壓這個 壓這邊 從後面壓這個位置 別讓他吐出來 他在哪個位置 對 就是你的爸爸媽媽 對 壓這邊 從後面壓你的胃 讓你吐出來這樣子 這是一個急救方式啦 OK 但是如果 其實我覺得問題在哪裡 就是你吃太快 然後你沒有嚼 因為湯圓很滑嘛 他一下就滑進去了 所以你不要吃太快 而且吃太快容易吃太多 就你會覺得好好吃 就一直吃一直吃 就會吃太多 所以其實這個是 冬至的慘 就是要慢慢吃 然後尤其是小朋友 還有老人家 其實就要細腳慢咽 沒錯 好 再來就是 喔 糖尿病患者 對 太甜了對不對 對 其實糖尿病患者 他剛剛把握剛剛的原則 就是我們剛剛講嘛 四顆大顆的湯圓是一碗飯 所以如果你那一 就是冬至這一天 你偶爾想要放縱一下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替換你的飯 飯量 比如說你吃了四顆的一個湯圓 好 那你的飯量就要減少 所以你可能想說 我今天吃完中餐之後呢 我可能要吃點心了 那點心的湯圓 我可能想說我要吃四顆 那你飯量可能就要減少 用替換的方式 然後提醒糖尿病患者 因為糯米呢 它裡面的澱粉 它是屬於滋煉澱粉 它容易使餐後的血糖上升 所以我會建議它吃鹹的 因為鹹的裡面你可以加很多的蔬菜 然後讓你的餐後血糖 比較不會那麼容易上升 好 那小湯圓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嗎 對 小湯圓其實也是更好的選擇 因為剛剛講到四十顆 才吃得等於一碗飯 那你一般人不太可能吃到四十顆這麼多 大概一湯匙大概十幾顆嘛 所以兩湯匙大概半碗飯 所以其實小湯圓也是很好選擇 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耶 溫師傅 小湯圓啊 只有白色跟粉紅色 為什麼只有這兩種顏色啊 因為就是搭配這個紅色喔 人家說團圓 本色本來就那個白色 然後通常一般以前這個紅色 就色素沒有很發達的時候 但是到現在才有這個藍色綠色這種 那以前就是紅色 對 也比較喜氣就對了 對... 好 那再來就是 痛風的患者也要注意湯圓的攝取量 對 大家已經會很疑惑 為什麼痛風也有發生這件事情 它這個有苦鈴嗎 它這個有苦鈴嗎 不是... 苦鈴的問題 苦鈴 對 苦鈴 剛剛我們溫師傅有講喔 其實在做餡料的過程裡面 其實它有加豬油的部分嘛 油脂很多 對 油脂很多 那油脂呢 它會跟所謂的一個尿酸 因為痛風患者就是尿酸排不出去嘛 造成結石 那高油脂的食物呢 它會跟尿酸去競爭它排泄的一個管道 然後變成高油脂 它會阻礙尿酸排出去 所以會造成痛風發出 對 所以其實是高油的 所以為什麼以前說 痛風就是那種油脂太高了 比如說薑母鴨那些是屬於高油脂的 那湯圓呢 大家都以為它是甜的 就是說好像油脂不高 其實它的油脂量也很高 剛剛溫師傅有講 它其實豬油的成分很高 所以會影響到尿酸的排泄 會引起痛風的一個發作 所以痛風患者不要以為說 它是甜的 好像就肆無忌憚地吃 對 其實它是會引起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OK 好 再來就是 刀斜止症的朋友 這個不用講了 因為豬油嘛 豬油就是 飽和脂肪酸比較高的油 是不好的油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如果等一下溫師傅可以分享的話 其實可以用一些比較好的油 或是油脂比較少的 溫師傅他一定要用豬油做嗎 他在比較低溫的狀況之下 比較容易擬解 擬解之後你包的時候 技巧比較好包 比較好收口 那像一般這個液體的油 最好就是像葡萄籽油 但是它就在液體的部分 在低溫沒辦法擬解 你包的時候變成不好包 不好包 對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湯圓如果改成用麻糬包餡 麻糬包餡 麻糬它不是同一個講義嗎 那就是麻糬 那只是一般喔 他講那個就是像白的 大顆的 以前是小湯圓嘛 就是客家有一個 叫做牛問水那種湯圓 就大顆白白的裡面沒有包餡的 那就直接沾汗水吃 對... 好 它也是糯米粉做的啊 都是糯米粉 那它也是沾了很多豬油嗎 沒有 那裡面就沒有包餡 只要裡面沒有包餡的 油脂跟糖的甜味 就只有在湯汁的部分 裡面都沒有 就都白的 對 所以高學子患者 他要吃的是小湯圓 對 小湯圓 就裡面不要包餡的 是... 但是一般喔 像現在養生的觀念 因為它裡面就是 這個... 麵體的部分啊 像糯米跟在來米 它都會混一點在來米 就把這糯米的成分 不好消化的部分把它降低 對... 所以高學子患者就是選擇 是小湯圓的部分 不然就是說 如果他吃那個 鹹的湯圓的話 你可能比如說 像湯圓最好就是搭配桶蒿啊 這種蔬菜多一點啊 去平衡它 對 去平衡它 讓他就是說 不要油脂的量太多 至少你蔬菜量是增加的 好 再來就是 心臟衰竭的患者 這個比較是講到 為什麼 是所謂的血壓高的人啊 因為血壓高的人可能 吃太多也會血壓高喔 血壓高 為什麼你知道嗎 鹹湯圓 鹹湯圓喔 會鹹啊 對 其實有些鹹湯圓 你仔細去看它的吶含量 其實很高 所以其實高血壓患者呢 也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吃鹹的話 吶含量高的話 可以引起到後續的一個心臟血管發作一個問題啦 所以如果是屬於像這種比較三高的病患喔 基本上我們建議它 湯圓的量一定要控制 再來就是說 你盡量吃這種鹹湯圓的時候 蔬菜量要增加 那吃甜湯圓的時候 你的湯要是輕的 不要是加了很多糖的 不要加很多的糖 那如果你想要有比較豐富的湯的料 你可以加比如說像是白木耳 或者是說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用一點桂圓 讓它調味 不要說讓它的那個紅糖的量太多 其實是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替換 那你整個熱量就會減少一半 現在是桂圓的這個產季嘛對不對 對 冬天是桂圓的產季 桂圓的熱量高嗎 桂圓其實還好 它兩湯匙才是等一份的水果熱量 而且桂圓好甜喔 而且你不太會加太多對不對 所以你只是讓它有一個味道調味 那比加所謂的紅砂糖好很多 好 那現場沒有人有問題的呢 我想問一下溫師傅 那個湯圓跟元宵有什麼差別嗎 湯圓是用搓的嘛 然後搓一樣 元宵是用搖的 內餡的那個熱量 沒有 粉體的部分一樣都是糯米粉 就是材料的部分 原始材料都是糯米粉 元宵要灑水 讓它吸收一些水分之後搖嘛 那粉就會附著在上面 然後再撒 再搖 那一般元宵就是小湯圓嗎 不是 元宵是大湯圓 元宵是大的 對… 湯圓是包的 熱量一樣嗎 熱量一樣嗎 當然越大顆熱量越多 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想要 控制你的體重 你當然是以小湯圓為最好的選擇 對 那請問一下喔 像我喜歡吃小湯圓 可是我喜歡加那個酒釀 那是甜的 你知道剛剛因為溫師傅說 建議說吃鹹的 那這個熱量各方面 熱量高嗎 熱量高 好吃耶 超好吃 酒釀也是米做的嘛 對 也是糯米下去發酵的 對 其實它酒釀湯圓 它是比較不容易 最不容易消化的 對 因為它本身它的 它的湯頭就是糯米的部分 它很難消化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的小湯圓 你再加上去 其實它熱量是增加的 更高的 對 對… 所以其實我建議就是 當冬至這一天 我們這一天稍微吃 然後之後就不要再吃了 因為其實你知道嗎 因為我一直強調就是 如果你要吃兩顆湯圓 兩顆而已喔 你要去外面這樣走路 要走一個小時 不能停喔 對 就是對 去走路要走 快走要走一個小時 對 我很好奇 畢塔阿姨要走三天 對 不要這樣啦 還可以走嗎 那營養師妳自己啊 湯圓是吃哪一種的 其實如果是我自己啊 我會把湯圓放在 像今天冬至 我會把它放在中午吃 因為中午的話 對 就不要放在晚上 因為晚上吃 其實熱量很難代謝掉 然後中午的話 我會吃兩顆 兩顆就是甜的湯圓 然後再搭配十顆小湯圓 我當然不會算那麼精準 就是用一湯匙的那個小湯圓這樣 那基本上因為 沒有任何的病 所以我基本上是甜的 OK 好 再來就是呢 要提醒 腎臟病的朋友呢 也要特別的注意 對 其實腎臟病 它是一個比較複雜的病 那它有分很多階段齁 但是如果你是腎臟病患者 又必須要腺磷的話 是這一種針對腺磷的齁 因為不是每個腺臟病人都不能吃 腺磷的話 其實像豆沙啦 或是芝麻啦 或是紅豆這些裡面 它的磷的成分比較高 所以你可能在吃這種甜湯圓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就是如果你有腺磷的話 所以你相反的 如果你是腎臟病人 腺磷你就是吃鹹的 那糖尿病患者呢 如果你怕所謂的糖分太高 你也是吃鹹的 多加蔬菜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稍微 用你自己的狀況去分辨 那如果你像我一樣呢 就是要控制體重的呢 要不要在意自己的體重 那你就要控制你湯圓的量 還有你的湯 最好是清湯 或是說剛剛講的桂圓啊 或是用一點點的那個調味 桂圓的那個甜湯 甜味去調 對 好 所以營養師其實也滿辛苦的耶 對 因為他們會被患者說 這營養師也不太散耶 對... 因為當你走進診間的時候啊 如果你看一個營養師很胖的話 你應該就會想說 不然你出來這邊去找別家 對 這樣子其實身體也會健康啦 那還有人有問題嗎 請問喔 如果我們要放糖喔 我們放那種古早那種 黑糖是不是比較好 其實我先強調一點就是說 今天白砂糖啊 冰糖啊 紅糖 黑糖 其實都是精緻糖 那放太多 當然就是會增加熱量 但是剛剛那個... 那個慧喬來講的一個重點喔 像如果偏向紅糖或是黑糖的話 它在營養價值上面來講 它的礦物質的量會比較多 所以如果你要做選擇的話 當然是以所謂的黑糖的部分 當然是比較好的選擇 但是也不能因為它好 所以就加過量還是會變胖 對 好 還有人有問題的嗎 請問喔 好 畢桃阿姨先來 我常常多吃了某一種喔 然後我就另外的 就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對 不可以 不是啦 可是真的吃太多了 不可以 妳其實有那個...妳知道嗎 妳多吃的那些多很多 就是多到已經... 多太多了 多太多了 對 對 那妳水果的量吃太多 還是一樣熱量都會增加 所以妳應該是要把妳原本 多很多的減少 只愛吃啊 要不然妳就是真的要像那個 溫師傅講妳要去走路了 要走 運動啦 要運動 好 那真正的問題是 想問說湯圓啊 是不是不適合早上吃 像芝麻湯圓那種 因為我有時候早上吃完 怎麼胃會怪怪到 快到中午的時候 可是如果中午或晚上吃 就不會有那種感覺 因為早上如果你空腹吃的話 因為湯圓太甜了 所以會引起妳可能 胃酸的那個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有些人 他可能早上吃太甜的東西 他會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如果妳是這樣子的人 妳可能搞到中午 或是下午把它吃掉 那我最不建議的 就是當成消夜吃 對 就是因為湯圓 已經很難消化了 那妳又消化不良 妳又是躺著睡覺 妳根本就是胃都是 整個都是很累在做工的 然後會引起胃部的疾病 再來就是妳熱量沒有辦法消耗 妳隔天一定會變胖 所以這是整個就是 當成宵夜是最不好的 對 好 那我們知道說 什麼樣子的朋友 對於湯圓呢 要稍微適可而止喔 不要吃太多 我們接下來呢 溫師傅有帶來一道 非常養生的湯圓喔 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晚上冬至的時候 就可以做這一道喔 我們一起來看看 帶來什麼樣子的養生湯圓 好 今天為師傅要帶來這一道 非常健康養生的湯圓喔 觀眾朋友要趕快把紙筆記下來喔 今天晚上我們就來做這一道湯圓喔 是的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桂圓紅棗白木耳綠茶湯圓湯 那這麼長啦 對 長一點喔 就是養生的感覺喔 那我們所需要的湯圓材料有 糯米粉150克 市售的綠茶粉12克 水6大匙 湯品的材料有 桂圓肉白木耳紅棗適量喔 那我們這個做法的部分 就會我們要把桂圓紅棗 還有我們的白木耳 紅棗的部分把它去紙喔 然後跟白木耳一起下來煮 一起熬煮 熬煮到什麼程度呢 熬煮到喔這個 白木耳的這個多湯體喔 軟化了 釋放出來了 那這個裡面的甜味的部分 就是用桂圓 桂圓的部分喔 在這個它是夏季的產季嘛 產物嘛 然後他們把它採收之後 都用底下的龍眼目去熏它 所以多了這個香氣 那桂圓本身是水果的甜味 所以它這個 對於我們這個果糖 還有我們這個一般的精緻的糖 對於它來講是比較好的 我們這個桂圓的部分 那這樣熬煮到喔 用壓力鍋 我們用壓力鍋或是一般的這個 熬煮到這個白木耳糊掉 我們用壓力鍋要差不多煮40分鐘 煮到白木耳糊掉 煮到這樣子 那入口即化耶 對 就很非常綿密 剛好跟我們的綠茶 這個湯圓的部分做搭配 是 那我們這湯圓的部分套在 沙西醬圓可以來熬 溫師傅的騙話喔 對... 那個綠茶湯圓呢 外面買不到喔 那要買可以跟你訂嗎 可以 白色的部分就是我們一般本色嘛 那這個綠色的部分 我們就加了綠茶粉 綠茶粉它有一些是 你選擇品質好 台灣也有這些 比較高品質的這個綠茶 你加下去的時候 本身不會帶有苦味 不然有些加太多 它這個茶鹼太多會有苦味 但是我們這個是台灣本地產的 就比較不會有 那你是糯米粉跟綠茶粉 你就混在一起 對 那正常的話喔 這個是如果說一般現在比較方便 我們是用糯米粉 那不然以前喔 我阿嬤那時候 他是用糯米 要下去 把糯米泡水之後 然後把它磨成米漿 磨成米漿之後 還要再壓 把水分壓出來 變成糯米糰 用糯米糰下去 糯米糰之後呢 你要取 可能是這個一斤 你可能要取100克 下去煮 煮成龜錘 火脆 很費工的耶 撈起來再挪 挪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 我們的這個綠茶粉加下來 這樣吃起來就非常Q 這絕對Q的喔 這早上這樣煮 做了差不多兩三個小時 文師傅都愛惜 不然你說這麼多都聽不懂 簡單的做法是什麼 簡單的做法 你買糯米粉 糯米粉加了 人這個一邊 這個先加一點熱水 等量 假設你要加我們是一斤喔 一斤的話 一斤的糯米粉 你可能要加300克的水下來 你先加150克的熱水 然後150克的冷水 你先用熱水先把它燙 燙過之後把它揉一揉 揉完之後就變成我們本色的這個 本色的這個糯米 這個小湯圓的 然後呢 你再加我們的綠茶粉下來 綠茶粉就好了 好 那我們請營養師來告訴我們 溫師傅帶來這一道湯圓湯 對 其實溫師傅很聰明 他用綠茶喔 其實剛剛講到綠茶喔 因為通常我們看湯圓 都是白色跟紅色 那紅色的話 通常都是用所謂的食用色素 那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 色素會帶來身體一些不好的影響嘛 所以我們現在要讓它的那個湯圓 有顏色啊 看起來漂亮啊 我們就用有抗氧化的綠茶粉 那綠茶粉本身抗氧化之外呢 它又沒有甜分 所以它的熱量是非常的低 所以很適合就是全家大小一起吃 然後再來呢 我剛剛就講到 其實在湯圓的一個湯頭的部分啊 如果你想要把它當成 就是正餐裡面的主食的話 那你要讓它自己吃得飽的話 其實像剛剛的那個白木耳 它有所謂的膳食纖維啊 多糖體啊 又有多糖體的部分 好 那桂圓呢 其實我們可以 它的甜度呢 其實可以取代 我們的一些白砂糖的部分 所以它又比較健康 那冬天呢 其實我們吃桂圓啊 吃紅棗啊 這些都是屬於補氣的 就是讓你的手腳比較溫暖啊 然後熱量又低 然後又抗氧化的一個部分 所以其實我覺得像這種湯圓 你不要選擇紅色的齁 如果像紅色通常都是色素比較高的 那如果你自己做啦 像加這種綠茶粉 其實是很健康的一個 對 好 我們在等這個溫師傅 煮這一道湯圓的同時呢 我們要進行現場的一個 搶答的部分齁 因為呢每一次溫師傅一來 我們就學樂兵團 大家都搶著要吃他做的這個料理齁 但是因為我們的量實在有限 我們以後有三道題目齁 請問學樂兵團 這個答對的人才能夠 一起來品嘗這個湯圓喔 好 請注意了 這個屏幕呢 沒有非常簡單 我們請觀眾朋友一起來作答 請問一下 第一題 冬至是中國24節氣當中的 一個節氣 那請問一下 冬至喔 如果我們從這個立春 開始計算起來的話 冬至是排第幾個節氣 請搶答 好 小燕媽媽 第六個節氣 第六個 對 我們從春天開始耶 錯 等一下 請搶答 第八個 錯 請搶答 蛤 蛤 請搶答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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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個節氣耶 我們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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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還有 她應該用猜的吧 觀眾朋友啊 歐適啦 我們都沒有念書啦 竅竅立春開始耶 立春雨水 然後巴拉巴拉 就六個咧 到夏天立夏小滿盲中中至小鼠大鼠 就進入秋天咩 立秋 畜鼠 白露 秋芬 寒露 一雙醬 就到冬天了喔 冬天就是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排22 好不好 太難了喔 再來就是小寒跟大寒了 好厲害喔 好啦 安威師傅 我們現在湯圓還要煮多久 湯圓我們下去煮好了 這煮熟之後它浮起來 所有物體都這樣 它浮起來就表示好了 就表示好了 我們要加水嗎 不用不用不用 煮湯圓跟煮水餃不太一樣 因為這比較小顆 比較小顆喔 所以我們這個 這樣下來煮就可以了 對對對 這麼好笑 你怎麼知道 我想的是水餃 對 因為水餃裡面的那個餡比較大 所以要加一點這個冷水 讓它中和一下 這是我們買冷凍的 不加的話裡頭會冷冷的啊 沒有 這個小顆的 這也是冷凍的 那如果是包餡的就 包餡的話 一般就是要大量的水 鍋... 鍋比水 水比這個... 那個我們的湯圓來得多 你看它浮起來了 水比我們的湯圓多 把它下去慢慢開小火慢慢煮熟 對... 好 那我們在等湯圓全部浮起來之前 對 我們一定要把那兩題問完 好 好 第二題請問 好不好 其他的朋友 請問一下 中國東注開始吃湯圓的文化 是從哪一個朝代開始的喔 請搶答 呼善 應該是春秋戰國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百家開店 什麼 請搶答 好 珍珍 唐朝 錯 請搶答 請...搶答 請...搶答 請...搶...答 請...搶...答 飛朝 錯 喔 我就跳沒 請搶答 小心 三國 錯 請搶答 明朝 錯 請搶答 請搶答 你說明朝咧 請搶答 請搶答 圓 宋朝 剩一個而已... 剩一個而已... 剩一個而已 請搶答 好 宋朝 宋朝 打對 宋元明清在宋朝那裡很香 聽我慢慢說來啊觀眾朋友 我們的東注湯圓文化 大約從宋朝開始呢 就有啦 明清之後 江南人也在東注用湯圓來祭祖或祭照 湯圓有大小之分喔 縣大的叫做湯團 祭祖之用 縣小的呢叫 本圓喔 早上的時候 祭神的祭品 這樣懂了沒 懂 正常 在我們這一題的同時 都已經浮起來了 浮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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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有一題也可以嗎 可以... 好 來 請問第三題 好不好 把握機會 自古到現在 到東注的時候 南方人都是吃湯圓的 請問北方人 東注吃什麼 請搶答 我知道 可以講 答對了 對 好 好 好 等一下答對的三個節奏冰團 可以跟我們一起來分享嗎 好 那溫師傅現在湯圓扶起來了 扶起來 我們就可以撈起來了 這有淡淡的綠茶香味 有 而且熱量又不高 健康 對 溫師傅的愛心 溫師傅的愛心 有啊 有濃濃的綠茶的味道 是是是 抗氧化 好 這樣 咬過來之後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這樣就可以了嗎 對對這樣就可以了 好的 我們就請我們三位得獎的 求救冰團阿姨 請來享用你們的獎品 請出列 來 來 好 來 好 冰團阿姨 你不可以再吃了 我來就好了 我來就好了 阿姨還有雞排耶 阿姨你有雞排了 來 不得了 不得了 溫師傅的愛心耶 我們這個都沒有加糖了 玉莉阿姨減肥啦 對 對 謝謝 好 謝謝 減肥啦 好想吃喔 來 謝謝 那我們就不客氣了 好想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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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耶 好想吃喔 來 怎麼樣 玉莉媽媽 很棒很棒 今年我的擴大就在這裡 而且我覺得用綠茶粉做出來的 它沒有色素的味道 口感很棒 沒有那種負擔的感覺 來 很棒喔 這個湯圓Q又軟 那個 那裡面的那個 那個什麼木耳 真的很軟 很軟 很甜 很香甜 非常好吃 好 來燒姨 它這個木耳的膠質都吃得到 真的好吃 是喔 吃湯圓還可以養顏美容喔 那最後請兩位專家定例一下 我們今天冬至 在吃湯圓要注意的事情喔 其實吃湯圓的話 我建議控制它的量 如果是大湯圓的話 有包餡的 大概是一天大概是四顆到五顆左右 那如果你吃的是小湯圓的話 像溫士夫做的這種小湯圓的話 可以大概吃個兩湯匙 大概控制在20顆到30顆左右 那另外呢 我建議就是湯圓的湯頭呢 盡量清淡 或者是用所謂的一個白木耳 或者是紅棗這個部分 來做一個湯頭的一個選擇 它的熱量會低很多 那吃完湯圓之後呢 希望大家不要馬湯坐著喔 會消化不良 要起來走一走 稍微走一下啊 消化一下 對會更好這樣 好 來 我們如果要吃這個鹹的湯圓的部分 我們可以多加一點蔬菜 當季的蔬菜 香菇竹筍 還有我們這個銅蒿 一起下去做搭配喔 然後可以增加一些這個 纖維素的這個吸收 是 好 非常謝謝兩位專家啦 也謝謝絕對賓團啊 也謝謝瓜哥今天收看 祝大家今天都祝快樂啦 好 記得喔 湯圓要適量喔 更多的這個 我們今天好簡單的節目資訊內容呢 請上網到 台式文化全球資訊網 往前是吃鍋w.tvbc.com.tw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謝謝